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要再劝我了 我是一定要走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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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没有感情怎么可以结婚 和不爱的人怎么可以成为夫妻 这像我和我的小薇那样 才能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啊 小苗 你一定要走吗 嗯 大苗知道吗 她知道 我劝你不要回去 你这一回去 就把自己给毁了 你知道吗 你像我的小薇 纯洁的 像天上的白云 地上的花朵 你不能把自己送给不爱的人 白云不能被乌云污染 花朵不能被暴雨摧残 小苗 你别走了 别走了 有什么事情 我替你担着啊 秀山 谢谢你 你对我这么好 一点都没有主人架子 还有 你帮我买的课本 我真的非常感谢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会在心里为你祈祷的 你还会复记功课吗 你还会参加高考吗 我希望你考上大学 做一个好女人 一个白云般 没有被污染过的女人 不会了 不会了 这是你给我买的衣服 我现在用不着了 等我回去以后 她会给我买的 秀山 谢谢你这些日子 对我的照顾 你不能穿她的衣服 你不能穿她给你的衣服 你不爱她 你不爱她 尽了 什么都是这样 小薇 小苗 都没有好劫 都这么痛苦 叫人痛苦啊 你怎么能穿别人给你的婚伤 不 小苗 你不能穿她的衣服 来了 大苗 先生在厨房呢 大苗 我中午我想请老师和师母吃个饭 你也一块去 大苗 绣珊 小苗走了 他走了 他说他回家结婚去了 他说这件事情你知道 你得把他追回来 他别跟我说呀 他什么时候走的 就刚才 行我去追他 中心你跟先生说我有事要出去了 好 哎大苗 中心 什么事啊 师母 大苗的妹妹啊跑掉了 这样我陪她一块去追 麻烦你跟老师先说一声 啊 大苗我陪你去 看不到的人啊 不行 我得去长途汽车站一趟 你们回去吧 哎大苗 我记得小苗说过 去安徽的火车也能到你家乡 而且很方便的 可他是坐长途汽车来的呀 但也可能坐火车回去啊 这样 你们去长途汽车站 我去火车站 哎 秀山 你一个人不能出去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今天很正常 大苗我陪你去汽车站 我一个人去就行 我陪你去吧 小苗要回家下去结婚 你为什么不许他回家 他妈逼着他嫁人 他不愿意 他要嫁的那男的你的大十来岁呢 那他为什么还要回去 他可以不回去的呀 现在的婚姻 父母做不了助他 你可不知道啊 他妈就是个泼妇 他会不停的来闹 纠缠不休的赶都赶不走 那就让小苗躲起来 让他妈妈找不到 时间一长啊 事情也就过去了 对了 要不让小苗躲到我家里去吧 我得想办法 在那边给他介绍个工作 他可以生活的很安定的 救星 你到出场口对面去找找 我到大拼去盘来啊 好 我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老板就是名人 每个月啊 挣这么一大胆呢 那才叫开心呢 这没办法 我外婆跟我说过 鸭吃螺丝鸡吃骨 个人自有个人福 不过我外婆还说过 黄莲树下弹琵琶 苦中也有乐 这就叫做自己得到安慰 刘队长 从年初到现在 我是不是通过加班有九天的机休啊 有啊 我下个星期 想调休五天 可以吗 可以 我来安排 刘队长 还有件事得请您帮个忙 可不可以跟总公司打个招呼 帮我调换个小区 我去那边做保安 为什么 我 我 我就因为和大厅闹矛盾啊 要是为了这个 我更不能放你走了 有矛盾就地消化嘛 再说啊 狗的那个事还挂着呢 我怎么能放你走呢 我不是硬要说你和大苗偷了人家的狗 可这事还挂着呢 你说你这一走 万一留了尾巴 不是对你影响不好吗 刘队长 您是领导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 但是您可得给我保密啊 我这个人啊 从耳朵里听进去的 一般是不会说出来的 我想调离工作 是想离开大苗 离开大苗 怎么 你 你们吵架了 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人家 您也说了 我们挣这点工资只够养活我们自己的 哪有钱去养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啊 所以我不打算结婚 我也不想大苗和念念跟着我再吃苦了 所以我要离开他 我们在一个小区待着 经常会碰面 分手太麻烦了 就为这个 我看你和大苗啊 挺相配的 果然啊 就像我们这样的生活水平啊 在全国有好几亿呢 你就为这个 不想结婚了 你犯得着吗 我看你啊 在这儿好好干 和大苗啊 好好相处 刘队长 我打住 这事啊 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谈了 那苗 还没找到小苗啊 没呢 我仔细看了 每一辆发出去的车 上面都没有小苗 他是不是比我们先到 已经上车走了呀 这不可能 他一定不会打车 不会比我们快的 这都快两个小时了 他就是坐公交车 也应该到了 会不会去了火车站 坐火车回乡下的 你给那个乐学生 打个电话 问一问他们那边的情况 我给他打过了 没人接呀 再打一个 他手机和家里电话 都没人接 他一定没带手机 估计人还在火车站呢 同志请你帮我个忙 帮我在广播里找个人 好的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苏小苗是个女的 她坐去合肥方向的火车 我们马上广播 苏小苏小苗总之请出去 请您听到广播后 立即到车站三号舞台 你的家人在找你 苏小苗总之请出去 请您听到广播后 立即到车站 怎么办啊 都已经快三个小时了 他不会真的坐火车了吧 那我们就到火车站去看看 也好 顺便找找秀山 好 走吧 走 正希 要不我们在附近的街道 再找一找吧 好 走 我们还是交辆出租车吧 这样可以快点 来 快上车吧 你去火车站 我在这儿等等看 那我还是陪你再找找吧 你去找乐先生 他身体不好 我联系不上 他很担心啊 如果在火车站也找不着小苗 那你给我来个电话 我马上去乡下一趟 你还要去乡下找小苗 我一定要把小苗找回来 我不能让他去结婚的 行 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去 你一个人去乡下 我不放心 那我先去火车站了 一会给你电话 小苗 对不起 小苗 跳哪 你师傅我妹妹在车上 下去了下去了 我找他有极限 有一位队没办法 师傅你让我过去一下吧 哎 小苗 哎 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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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麻烦这什么那个大包 师傅麻烦您快点啊 你公安局的执行任务啊 不是我妹妹在那车上 师傅您快点啊 师傅麻烦您再快点行吗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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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您开下门行吗 我妹妹在车上 我小太有急事 您开下门行吗 师傅 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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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苗走走走 走吧你 還有別的東西沒有 沒了 師傅謝謝你啊 小苗 哎中心我是大苗啊 小苗找到了 你在哪呢 你還沒到火車站 那行你去火車站著 還是找秀山 我們一會過來找你啊 走吧 你先吃點東西吧 不吃 你走你怎麼不跟我說一聲啊 我不想再讓你心煩了 你就這麼走了讓我到處找你 這樣我就不心煩了 你回去幹什麼呀 你真的要嫁給沈開榮啊 那你當初逃出來幹嘛 我逃出來 沒想到會給你帶這麼大的麻煩 如果我不回去 你也就會被他們搶走的 這貨是我闖的 就讓我來解決吧 我不需要你這樣來解決 姐 你讓我回去吧 我知道 你是不肯再念念離開這裡的 謝先生 格老師對你都非常的好 你在這裡的工作生活 也都非常的安定 你捨不得離開這裡 那就讓我回到鄉下去 去嫁給沈開榮 姐 你之前受的苦太多了 在破壞你的生活 我良心上過不去 姐 你讓我回去吧 我不會再讓沈開榮再出來找你 我家和你從此再也沒有瓜葛 我跟你也沒有瓜葛 讓你平平靜靜的過日子 是姐姐不好 姐姐太自私了 這幾天啊 都是因為沈開榮和大丁 把我嚇慌了 我沒有注意你的感受 還說了一些重話 你不要怪姐姐啊 姐 你別這麼說 你願意為姐姐欣賞這麼多 姐姐謝謝你 姐 你放心 我不會眼睛睜睜的看著你往火坑裡跳的 我絕對不會讓你嫁給那個該死的沈開榮 我是你姐 我一定會保護你 姐 姐姐 你知道嗎 我來城裡八年了 除了念念 我身邊再也沒有別的親人了 你來找我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 你需要我幫助你 需要我保護你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對你們家的積怨實在是太深了 和你相處了這麼長時間 我看出來 你是一個特別善良 特別溫順 特別講道理 特別善解人意的一個好女孩 我對你的積怨 就一點一點的消失了 真的 一點都沒有了 這幾天 我又開始犯糊塗了 其實有個妹妹在身邊多好啊 或許你特別喜歡這種感覺 只是這種感受 我從來都沒有跟你說過的 如果 之前我有說過什麼話傷害到你 你千萬不要怪姐姐 你原諒我 姐 你沒錯 真的沒錯 真的沒錯 小苗 如果我這次找不到你 我已經想好了 我會到鄉下去 我把你找回來 我就算拼了命 也要把你找回來 因為我是你姐姐 因為我是你姐姐 姐 如果沈康榮出來怎麼辦呢 就是記得 就說那是找不到 你怎麼會不會 你應該不會 你一個人 你怎麼會不會 小苗 你怎麼會不會 我起床 你不應該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手把你icycle 你去哪里了 我们在长途汽车站 等了你都三个小时了 我迷路了 重新碰到秀山了吗 没有 我听到广播 也去三号台去找了 结果没找到 那我们再找找吧 走 那不是秀山吗 在那呢 快 秀山 小苗 秀山 不好意思 让你等那么长时间 我没事 我没事 只要找到小苗就好 小苗 你知不知道我们多担心啊 你看 你看把你姐急的 对不起秀山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小苗 找到你 我简直太高兴了 小苗 你还小 以后有什么事 跟我 或者跟你姐商量 我们都会帮你拿主意的 小苗 跟我回家去 回我家去 快 我还能回去做保姆吗 能 当然能了 小苗 能找到你 我真的太高兴了 我 stre维 受回家 你н 就能赶回家 你 不 不 你 我 我 我 你 活 还 我 你 我 大苗 晚上下班之后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那我们先进去了 走吧 小彪 前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收拾好东西 准备带念念走的 没错 念念是我在村口河边捡来的 当时我只想救他的命 把他带到城里来以后 我曾经想过 把他送到福利院去的 可是因为我同情他可怜他 因为带的时间一长 又越来越舍不得了 后来我干脆一咬牙 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养 你知道吗 我当时才二十岁 也就比你打几岁而已 当时我举目无尽 连个熟人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连工作都没有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么难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逃出来有你在 都已经觉得过下去很不容易了 更不要说你当时 更不要说你当时无依无靠 还要带着念念 那就更加不容易了 你知道吗 当时我什么都做过 我打过零工 摆过地摊 在饭店当过清洁工 在医院当过护工 到现在做保姆 真的什么都做过 我就是这样 一天一天地 咬着牙关过来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亏待过念念 当然他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后来我渐渐地 觉得我活着就是为了他 你知道 就是因为有女儿 当时找对象都特别难 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嫌弃他 哪怕一个嫌弃的眼神 和一句嫌弃的话都不行 不管对方的条件有多么好 我都会和他断了 更别说结婚了 那个张忠心 其实当时 我和他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就是因为他说 如果把念念带回汉西 他不知道怎么向父母交代 听完这句话 我就立刻跟他断绝关系了 你知道吗 前天大丁说 念念不是我亲生的 我当时心里害怕极了 我特别想逃离这个地方 但念念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去 让他永远也不知道 他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 谢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而且 他马上要办婚事了 如果这个时候不辞而别的话 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后来我想了一个主意 我就想把现在租的房子退掉 再立脉租一个地方 地址谁也不告诉 一旦你妈和沈开荣来找你 我就把你和念念藏到那个地方去 如果事情再闹大 我就带你们离开这儿 和所有的人断绝联系 和果良也不联系 只告诉他一个人 小苗 你不要再有回去结婚的念头了 不要再给我惹麻烦了 你听见了没有 我放钱了 怎么了 这两天妈妈和阿姨到底有什么事啊 又严肃又神秘的 没什么事 快 起作业去吧 爸 嗯 郭梁怎么跟大苗在一起啊 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哎呀 一个保姆那么在意干什么 可是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一起走出小区啊 可能是为那狗的事 哎 立川 这果良的事 你得抓紧啊 啊 我知道 爸 下班了 嗯 爸 下班了 嗯 你不是辞职了吗 还在我们家干什么 我 我不辞职了 因为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拿辞职来逼我给你涨工资 可是你这招在我身上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你只好作罢 你们保姆现在拿的工资比企业工人拿的还要多 工作嘛又轻松 还一天到晚的跟主人家闹 我家闹了 真不知道好歹 叫人怎么看得起你呢呀 哎 你们不说话呀 你不说有事要跟我说的吗 怎么一声不吭的 你赶紧说吧 我一会还有事呢 胡良 你怎么了 你不会是 想向我求婚吧 在这儿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啊 不过如果你提出来的话 不管在哪儿我都会答应的 如果结婚的话 我们的仪式一定要简单 你说呢 那你赶紧说吧 怎么了 没关系啊 你可以用小号来表示也行的 你小号没带 你不说跳舞挺浪漫的吗 你可以邀请我跳舞 以这种形式来表达 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谢谢先生德德老师 他们的感情就是从跳舞开始的 说话呀 快点啊你说呀 哎胡良你说话 大苗 嗯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 别再来往了 别再有恋爱的关系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开玩笑的吧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原意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我怎么会知道啊 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为什么 因为张重新吗 不全是因为他 我是个病人 我是个半子的人了 你还说 你怎么老说这种话呀 有些话经常说 才会叫人重视 不过你放心吧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这是最后一次 大苗 我不能接你 我不能恋爱 这是我的原则 前段时间我晕了头 我向你施爱 我把你拖下了水 我这是个混蛋 我对不起你 张重新 他各个方面条件都比我强 只有他才能够配得上你啊 我跟张重新 我跟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 你别再跟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要想不骂我的话 你可以随便骂我 你要不骂我 我现在就算 国梁 你想干什么呀 好好的干嘛要分手啊 你是没事找事吗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国梁 我不想跟你分开 我不想离开你 国梁 我不在乎你有病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愿意陪在你身边 我要你把你刚才的话收回去 你把你刚才的话收回去 别哭了大喵 我 对不起 我刚才又晕了头了 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对不起 我刚才把我说的话全都收回去 大喵 大喵对不起 国梁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分手啊 不说了 不说了 我也觉得国梁和大喵的关系不一般啊 你有什么事实吗 那天在楼底下 有人打国梁 大喵冲过去护了他 当时大喵那个神情 只有对他最心疼的人他才会这样 爸的话我有同感 他们互相交流的眼神 说话的表情 不单纯是互相熟悉 而是关系密切 就算他们俩的关系 真的密切 又能怎么样呢 不行 静默者黑 常跟保姆在一起 他就会不思上进 会影响他的品位提高 会抵消 我们对他素质方面的引导 如果他们真的在恋爱呢 这更不行 我帮助国梁 不仅是事业上 也包括生活 他不能和保姆谈恋爱 更不能和保姆结婚 今后 他很可能会成为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或者是副总经理 我不能让一个总经理的太太 是保姆吧 再说那个保姆 还有一个女儿 国梁得有自己的孩子吧 他得有李家的后代 对不对 李川 你找国梁谈一谈 让他不要再跟大苗来往了 我想这很容易 那个大苗算什么 我这人怎么这么没用 我想好的事情又变来变去的 真没用 不想 不能再变了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 必须跟他说 拿着就好了 郭梁 郭老师 我想找大苗 他到夜排档去上班了 去打排档上班 你不知道吗 快快快 进来说 郭老师 他在你们家做事 怎么又跑到外面去了 他想给你买药 说你的药太贵了 他想多赚点钱 怎么这事你们没商量过 我还以为你是知道的 郭老师 夜排档在哪 在龙宁路上 哪有药太渣了 渣家 我还想要 现在还有一副 让你干 results 我还是不肯定 你跟蹤我 沒有 我到謝醫生家去找你 是何老師跟我說你在這工作 郭老師告訴你的 郭老師以為我知道 大苗 你看看現在都幾點了 你白天也要工作晚上也要工作 你不是睡覺嗎 我能行 你怎麼能行 你這樣沒日沒夜的工作身體會垮掉的 念念上學費用挺大的 我能掙就出來掙點唄 我知道你不是為了念念 你是為了給我買藥 你跟我外婆一樣 都是在拼了命地給我攒醫藥費 你們停止這一切吧 我倆 我們都算是你的親人 我有這個責任的 你不是 你不是我的親人 所以你沒有這個責任 我怎麼不是了 我們已經分手了 你應該留下去 你自己的責任 首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